现场喜欢 包括网络上喜欢 金秀贤的朋友来问一些问题 其实之前有一部剧 是我第一次看到金秀贤的表演 就是Dream High 那个时候呢 其实在我心中 这还是一个很新的名字 很陌生的名字 可是因为他的非常真挚 和淳朴的自然的表演 特别是他的精彩的唱功 让我非常非常喜欢 宋森栋这个角色 那不知道你平时 自己喜欢唱的歌曲 是什么类型的 我喜欢唱的歌的话 就是最近为了亚洲巡演 金秀贤的粉丝见面会 为了准备这个舞台 专门去练过一些歌曲 但是大部分的话 都是电视剧里面的OST 所以以后有机会 我们也可以现场 听到金秀贤唱歌 对不对 你会喜欢舞曲吗 我还没有那么有机会的话 也许有一天会吧 然后我们期待那一天 那我本人非常喜欢 《来自欣欣的你的》这部剧 最喜欢的就是里面的感情戏 特别是看见秀贤在戏里头的表演 落泪的部分 对不对 我认为我在演感情戏的时候 就是我可能不会特意去想别的情景 而是让自己化身为都明俊 投入到他那个角色 所处的环境去投入 就是深爱着千颂一的都明俊 这就是很会演戏的人 就是利用角色就可以哭出来 像我有的时候就是掐自己 对我是第一眼要水 好 我们要好好学习 对这个戏好就好在 他这个角色拥有很多的超能力 所以满足很多 特别是女孩子 对于这个男人的这个要求和幻想 那不知道你本人最想拥有 都明俊的哪种超能力 他有很多比如说可以 可以隔空听到声音啊 可以瞬间移动啊 可以停止时间啊 很多的能力 你喜欢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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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认为 我认为 都明俊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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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 我像 都明俊一样 能够经历 多种的经验的话 会不会好一些呢 都明俊一经历 有些年龄 就是像 都明俊所经历的 那么长的 那个岁月吧 因为经历过的岁月 得到的 这个知识 和见识的 事面不一样 好的 那么再问一下 你带所有的粉丝问一下 就是这么忙 在戏之后 那么密集的宣传 包括现在又有 代言的活动 超满的行程里面 怎么样保持自己的健康 我认为 我的心态特别的重要 就是说 不要去被周边的一些环境 或所处的一个情境 所受到影响 让自己保持健康 现象 积极的心态 我觉得特别的重要 但是刚才你说到身材的问题 我又有一个 很吃货的人才会想出来的问题 你都喜欢吃些什么样的料理呢 其实之前的时候 我说过我特别喜欢吃肉类 但是最近的话 我好像不太挑食 什么都喜欢吃 自己喜欢做饭吗 喜欢做料理 小龙包 就是这次在做亚洲训愿的时候 我爱上了一种食物 就叫小龙包 希望可以多多来中国 会发现非常多 很好吃的中国的料理